七威的出道之作《外滩十八号》 是2007年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 因此一炮走红的他也开始接触影视圈 主演电视作品《美人心计》 《无懈可击之美女如云》 下加三千金 《无懈可击之高手如林》 《爱情睡醒了》等 刚踏入影视圈时 因为不懂行内规则 吃了不少的苦 全组演员中只有他每天拍到凌晨两三点 第二天还要在六七点钟就起床 等到整部戏都拍完 才知道原来演员是需要提前签订休息时间的合约的 就因为不懂行规 才造成了自己拍戏每天睡眠严重不足的情况 刚开始拍戏我就纳闷了 我觉得为什么每天晚上两点钟收工的是我 早上六点钟开我工 我想说哇塞演员怎么睡觉啊 然后我最夸张的是一个星期五天时间 我加起来睡绝对不到十个钟 结果拍完了这个戏之后才发现 原来大家有工作时间 有休息时间的 可以签进合约的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 虽然下加三千斤 拍得特别辛苦 可这部戏给七威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常巨大的 凭着夏友善这个角色 七威接连获得了年度演艺偶像和最具人气女演员两项荣誉 正是从一名歌手转型为演员 正所谓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辛辛苦苦熬了这么多年 七威终于算是熬出了头 七威一直以来都给人一种大大咧咧的性格 虽然这样的性格有时候给他招了不少黑粉 不少黑粉会时常跑去七威的微博底下骂七威 这时黑粉跟七威的粉丝也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但七威却也没有对粉丝不管不顾 虽然他也帮不了粉丝什么 但他会时常为粉丝发声 可能很多人都认为 作为一个艺人就应该承受各种不同的声音 包括被黑粉骂骂 但七威却非常不认同 他认为艺人在公众场合发表言论确实需要时刻注意 但黑粉也应该要为自己发表的恶意评论而买单 为什么你在我的评论底下 我的粉丝不可以说你 为什么不可以 这是我的地盘为什么不能说你 我们不能养成大家 我可以随便选 因为他公众人 他该就承受这些 他该嘛 我并不觉得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来说我 我把你拎出来 那你不要说我网络暴力 这不对了 这个是你的表达引起的连锁反应 我觉得这个大众也要有这样一个基本意识 都要培养 就比如说艺人 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把自己的言论管好 但是同时间 发出这个言论的本身 你也要住 你也同时承担着风险 不得不说 七威的三观实在是太正了 敢说敢做的同时 也不惧怕任何事情 怪不得会被网友尊称为七哥呢 七威也实在太敢说了 刚官宣二胎 就在Vlog中现身说法 安全期真的不安全 我们二胎的节点 就是因为爸爸把持不住 如果真的没有计划 想要有宝宝 一定要做好避孕措施 你知道我们这次 种植卑的时间点是在哪里吗 是在我生理期的最后一天 由于就是爸爸有点把持不住 这就证明 如果真的没有任何一丝 激发是想要有宝宝的 好好做避孕措施 安全期不安 在公众人物弹性色变的今天 像七威这样毫无避讳实属少见 但说起七威的大尺度发言 可远不止这一次 当采访中被问到婚后 有没有遇见异性是好 即使在老公面前 也坦坦荡荡地承认是好 这很正常啊 关于自己争议不断递性取向 他曾直接给所有猜测一个结论 我从不定义自己的性向 我可止可弯 我就不止 我不是什么侄女 我不轻易定义自己的性向 比如说我一定是侄女 我一定是弯的没有 我可止可弯 没毛病 女明星闭口不谈的潜规则 七威大大咧咧地讲述 自己曾被副导演用500万威逼利诱 一路走来 敢说敢做早已成为七威身上撕不掉的标签 并且还不是红了之后才立起这个人设的 其实七哥在刚出道的时候也是啥都敢做的 网上有一组他年轻时候拍的沙滩照 敢拍这种照片 七威是真的胆子大 在沙滩上穿比基尼是很正常的 但是七威直接真空上阵 撩衣服是真的性感 有一张侧躺着的照片 七威虽然被叫做七哥 但是女人味也是一点不少 况且七威的身材是真的很好 排骨胸 小蛮腰 又细又长的腿 这样的好身材着实让女孩子羡慕 李承炫也真是有福气 娶到一个性格又好 又漂亮的媳妇 七威的感情也非常甜蜜 和李承炫在一起 两人真的是郎才女貌 李承炫十分的宠爱七威 结婚多年也还是像热恋一般 特别是生了二胎儿女双全后 家里更加热闹了 现在的七威 称得上是人生赢家了